各位美国的巴尔利摩的大桥被撞塌了 你知道一天损失多少钱吗 一天损失1500万美元每天啊 我说了将会对美国的GDP产生较大的影响 现在啊这点可以得到证实了 美国政府眼都绿了 蓝蛙蛙的 看谁谁像嫌疑人 所以这个时候就别再添乱了 没想到这个时候中国竟然有人站出来承认了 你说这受不了受不了 您呢我们看看最新的一个消息传来啊 你别看这个达利号集装箱货轮呢 它不是中国制造的 韩国现代重工制造 在新加坡注册的2015年完工 希腊的一个公司拥有 由马仕基租赁 新加坡管理和运营 是吧 新加坡管理公司的总部 在香港2015年都注销了 跟中国没关系啊 总长度300米 宽度48.2米 吃水15米 总吨位14.8万吨 最高的航速22节 事发时装载了4800个集装箱 但是根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 诡异的是 这种巨型的集装箱船 很少会出现全船停电的致命故障 根据事发时附近拍摄的视频 达利号在接近大桥市全船灯光闪烁之后 突然漆黑一片 不久后货轮就撞上了桥墩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 麦克贝克 然后呢 调查了这起七桥事故的成因 结果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 达利号货轮有四套独立的发电系统 然而事发时四套独立的发电系统 居然全部故障 这个真相令人目瞪口呆 根据纽时的报道 目前调查结果显示 船舶失控的问题是这艘长达300米的货轮 全船停电灯光导航及转向系统 还有为船用作主轴动力提供电力的燃料 与润滑油和冷却水的泵也都停电了 根据船舶专家称 这种完全停电的方式几乎就不可能 因为现代的船舶都采用了一系列的自动化的 溶鱼备份装置 注意啊 咱中国可不背这个锅 因为是韩国的现代重工制造的啊 不是中国制造的 中国现在船舶的制造量达到了全世界的80% 而中国制造的船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故障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 伦敦城市大学海洋工程教授约翰说 现代船舶一系列自动化的技术 都是建立在溶鱼备份的基础上 达利号完全停电 令人难以置信 密西根大学的海洋工程专业的教授 叫做蒂莫西也说 需要一系列的连锁事故才能造成达利号全船停电 达利号的主动力设备 是一台有德国的公司生产的活塞式发动机 总功率达到了55630瓦力 这种巨型的发动机是无法以自身的动力启动的 需要一系列的外围供电 供油以及供器等设备 因此很多台外围辅机组成的辅助动力设备 为其提供动力 也不是中国制造的 这些辅助动力除了为主机提供辅助动力以外 还要为全船提供电力及舵机的供电 根据海事部门的数据 2015年韩国现代中工建造达利号的数据 这个船配备了四台独立的辅助发电机 海事问题的学者 这个集装枪船的工程师马克表示 一般情况下达利号在正常航行的时候 并不会同时启动四台发动机 基本上是两台运行 一台主力供电 一台熔鱼 避免故障时来不及切换 这四台发电机只需要 一台就可以为全船供应电力 当然也包括主机的辅助电源 以及舵机的动力 令人惊奇的是 如此周密的准备下达利号居然全船停电 导致主机动力丢失 舵机电力丢失 船舶出在无法控制的漂流状态 最终撞上了桥墩 只用了十几秒 整个大桥就倒塌了 在海岸警卫队工作的事故调查员 亨利表示这种故障相当的罕见 但是呢 也可能出现 为什么呢 因为四台发动机一般的都是四台小功率的活塞发动机 使用柴油作为燃料 目前比较流行的配置是四台活塞发动机 同用一个燃料箱的柴油 所以柴油一旦受到污染 因为这个船烧的是重油 它不需要那么干净的柴油 所以重油一旦污染了柴油 也可以让四台发动机失去动力 而导致主机油泵供电中止导致熄火 全船动力丢失 舵机无法控制导致漂流 导致这个事故的发生 美国国家安全运输委员会的主席詹妮佛表示 我们正在收集燃料药本检查质量 是吧 这个正在调查之中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 燃料问题也只可能是原因之一 因为燃料通常要经过严格的测试 并且还有荣余的过滤设施 目前其他的船舶也没有因为同批次燃料 出现问题的报道 纽约州立大学的海事学院的造船 与海洋工程的教授 李查德表示 电气连锁反应也可能导致所有的发电机停机 比如说一台发电机故障的时候 过多的电力需求可能会导致溶油的 溶油的发电机过载而进入保护状态 从而导致停电 纽约州立大学海事学院的讲师摩根也表示 故障的发电机可能会输出超高压而导致船舶的配电系统烧毁 货轮呢在发生故障的时候 全船停电一片漆黑 但很快呢 全船的灯光又再次的亮起 这表示主发电机确实故障了 那顺利的切换到了备用的发电机 但是在一分钟后灯光再次熄灭 然而不久后又亮了 但很快又熄灭了 这就很诡异了 所以这个事情 用常理基本上是解释不了的 为什么熄灭以后又亮了 熄灭以后又亮了 所以呢这表示船舶从主发电机切换到了备用发电机 而可能呢电力过载导致备用发电机也崩溃了 再切换到第三台 最后第三台也崩溃了 目前第四台是否启动 看不出来 第四台发动机从灯光来看没启动 有可能第四台发电机故障 是吧 所以好巧不巧 四台发电机出现这种故障 达利号都碰到了 问题是间歇宫殿的时候能够避免事故吗 表示船长呢已经知道了严重性 应该最重要最紧急的方式停下来才是王道 昨天咱们的李船长也说了 这个时候这么重的货轮停下来基本是不可能的 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沉着冷静 操作着这个货船在电力恢复的刹那 调整航向对着桥洞子冲过去 没有别的办法能够挽救这个船 船舶刹车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只能是倒车 抛锚等等 倒车也造成了这个船舶的偏袭 是吧 所以说这个是不可能杀住的 这也是一个撞上去的原因 这个原因电器故障的可能性 目前美国的媒体说是最有可能的 电器故障是最有可能的 但是呢也不排除孔悉的因素 为什么呢 这些电器四台熔鱼设备同时失灵的现象 只能是有人在电器系统里边 埋了后门有了黑客 是吧 所以这就是问题了 现在不能排除孔悉造成的这个严重的结果 每天损失1500万美元 美国政府的眼都蓝了 现在就在恰恰这个时候 有人出来添乱了 中国的网友出来添乱了 这位网友说经过CIA的观察 确认港口装卸货的龙门调 发出了神秘信号 致使撞桥的货轮刹那间失去动力 而且直接指引撞向关键的桥堆而造成大桥的倒塌 你这不是中国网友这么添乱吗 我前两天刚说 那个龙门调 那是振华重工的 中国出的 而且贝金巴黎的通过了这个大桥给他安上了 你这个时候说中国的振华重工的龙门调发出信号引导他撞船 这中国网友纯属添乱 你以为美国的这帮这个眼都蓝了的这些政府官员不会信吗 啊 这位中国网友也添乱说不是龙门调发出来的指令 是我在中国发的 拜登刚说中国的港口的启动机的大铁嘎的里边有芯片 啊 你看这玩意 往自己脑袋上扣盆子 你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说肯定中国的龙门调里边有华为的5G 可能是最新款的6G设备 你娶媳妇打翻 你不嫌事儿大 你是吧 是吧 你这么说 有位网友说 美国人他真信 啊 我告诉你啊 你看 这正愁碰瓷不了你中国呢 对不对啊 说这个澳大利亚的那个万瓷王傻娘们李俊表示不服 说就是瓷铁锡的啊 对吧啊 你说你这些中国网友啊 你这个时候你就别添乱了 你美国政府现在已经疯了 你知道吧 啊 所以这个事啊 中国网友咱别讨论了啊 啊 美国有一些傻缺 他真信 点个订阅啊 我们下期再聊吧 你也看到这个 我愿ala 我愿ala